現在男女的時間 出街今天是星期一 出街是星期六 我今天就客串主持嘉賓 我是大肥 我是肥妹 我是貓姐 我們從善如流的 你們所有的留言我們也有看 因為你們說太多人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說他們新組 他們控制不了 其實一百人和八個人一樣 正我來說 氣氛的東西 尤其說得興起的時候 人多是熱鬧些的 唱歌也是做表演 做什麼都是 上次就說 分了兩次 就說一個以前是黑社會的人 新歌 是啊 新歌 他就重量 做了社工 和我都相似的 我不是黑社會 但是我都 最近都重了一糧 因為以前年輕人的時候 就什麼都做 有些人說我殺人放火 我勾二嫂穿紅鞋 什麼叫穿紅鞋 就是兄弟的老婆 你只叫她老闆娘 第二 那如果 我有句名言 如果他們兩個沒有問題 誰都叫不動 是他們有問題 才可以動 這個永遠 你不能夠說我什麼兩情相悅 什麼什麼不是 永遠都是 如果兩個人在一起 即使有外力 他兩個人是扣得住的話 怎樣也扣得住 是不是 當扣不住的時候 即使沒有我 他一樣會扣不住 我是一個外力 借了我的外力 而導致這段感情的分開 到後來也都是因為有些事 令到我和他那個扣解開了 所以就完 完起完滅 其實這個問題又不是你的問題 是應該女主角的問題 我有問題 即是你出了手 所以你覺得有問題 不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什麼問題都沒有 因為兩個人 你明白嗎 即使我前妻 她詳情可以聽大匪漢天 失敗論 我即使我很喜歡她 但是如果她不肯 都沒有用 或者甚至在那個時候 她對我有意思 而我不肯 都沒有用 是因為兩個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女主角在 我們經常都說one at a time 即是說 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裏面 就是一段感情最穩陣了 她那時候已經搞清楚 跟她先生的關係 跟著才跟你開始 還是怎樣 還是醞釀呢 她還未開始 不過在醞釀中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前妻 雖然比我大 但那時候我都年輕 她都算是年輕 只不過二十二三歲 她十幾歲 就已經跟她的前夫 現在說 即我都是前夫 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認識她的時候 因為我都 心都很多千奇百怪 去玩 去聖 她跟她前夫的生活 是很平淡的 即是下班 下班 回家 買菜煮飯 看電視 一一如此 即是未玩夠 即是未玩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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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未玩夠 更糟糕 即是未玩過 即是人生太過 沒有趣 現在叫她 但跟我一起 因為 再重申 160磅 1.783的高度 現在只有1.783 你現在不是1.783 肥妹仔 你有所不知 自從她穿了我的功能內衣 之後 她已經是1.783 她的高度其實從來沒有說片 曾未穿功能內衣之前 她曾幾何時是跌了下來的 1.76 沒有了 即是回回 現在又回回 因為停回直了 本來有些寒寒的 又馬上剩下一個型男 即是這樣講 其實今次的主題是 講女人 即是有我在講女人 不要女人講男人 雜雜都講男人 今集是第五集 我本身打算五集一個循環 我身邊在香港 即是她們要求我講 因為她們沒有理由自己數自己 那我就 真是這麼開心 好 你繼續 不用怕 即是男女的關係 其實就是一個永恆的話題 是嗎 是 真是永恆話題 男追女或者女追男都好 只有一個永恆的話題 因為做任何事情 每一天可能 因為不同性格 同一件事 都會有不同的結果出來 這個很同意 即是我們不是好像那些 所謂肥媽 在那裡哭了 被老公打 你都要問問 你為何被老公打才行 你不說 是嗎 我們這些不是的 是那樣說那樣 你明白嗎 明白 不是好像 唉 所以有時候 我們也都不能夠 做一個人生判官 即是近期 有個節目 即是無線 跟我們一起出 當然她們的話題 沒有那麼多 第二就是 那幾個 尤其江美儀自己都未結婚 教人怎樣結婚 怎樣生小孩子 大家說什麼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因為她有隻狗 你真是不知道 即是狗又靜悄悄 晚上離家出走 走出去追女兒 接著搞大肚子回來 接著就跟你說 我現在大了 你養不養牠 這樣嗎 不行的 這樣說 即是說 其實她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些 譬如有寵物 大家都會有那種 怎麼覺得愛心 所以她很發揮到她的母愛 所以她就站在母親的想法 但是始終 人和寵物都很不同 我都說 你做節目 即是這樣說 Tony Choi有句名言 讀完大學 讀社工 出來教人做人 你自己都沒有社會工作經驗 你教人做人 是不是有問題呢 即是跟我們上次的新歌不同 因為她的經驗 人生的起伏很多 在每一樣東西她都會處理過 或者類同 或者她的朋友遇過 她解決的事情是簡單的 但是你看 好像麥包先生那些 兩個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是嗎 從來都是的了 如果你的人生經驗豐富 就現在不用蹲在TVB了 不是小看你 你不要說 最近還被人炒了 不服藥 是嗎 但是你不要說她搞很多東西 小說 麥包先生 他們會搞自己 例如舊樓翻新的樓盤 因為我家附近有一個 不要說哪裏 這個我也知道 是的 她搞了一些但又不成 我便說 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做一些事 好像我一樣 知名度 多重要 你看 是厲害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來幫助四小寶 好厲害 這支入室廣告 她發揮得這麼厲害 還有公民內衣 大飛你真厲害 最佳拍檔 我這樣說 回來回來 聽節目 有時我不是監聽的 但是只不過說 都有興趣知道 我們會想做辦法 再做好些 因為近期 全靠芒果佬 那些view數又起回來了 上個星期真是慘 今個星期又好些 我們講回正式 回來 因為只有兩節 講數女人 為什麼呢 其實你想數些什麼方面 這個世界 好像抽鑰匙一樣 一條鑰匙不會響的 兩條鑰匙會響的 兩條鑰匙會響的 一炸就更加響 所以男人 不要每個都當自己 是這個紅身 第一 你沒有這樣的錢 第二 沒有這樣的高度樣貌 第三 沒有這樣人 人下一個字 自己想想 免得收到資訊 我這樣說 他四個老婆也好 或者有第五個第六個 全民那些 護士嘛 謝賢的前妻 某某男明星那個什麼 這些都不說 相對真是煩的 因為男和女 是永遠永恆的一個話題 為什麼說數女人呢 講一講我身邊 你們可以問一些問題 我會的 你講吧 之前呢 譬如我做過兩集沉船 講了一些 基本上一些 朋友的經歷 有些我的經歷 其實我有一個 講二十幾年前 我有一個朋友 她就 在香港 還沒認真拍過拖 一輩子就暗戀過一個女士 接著就打麻將 認識到她現在的老婆 因為很喜歡打麻將 她就認識到現代 她們所有的拍拖時間 就是在麻將桌上 最多是你送張給我 我出送給你 這麼個人的 我認識她們就是這樣 看你 他們做上家 又做下家 是的 所以 真是很麻煩 但是她們兩個的性格都相似 尤其那個女人是持家有途 計數看得很精準 還有很勤力幫到男人的事業 也都看小孩子看得很緊 很懂得教小孩子 很聽話 過年過節 你們的小孩子可以去哪裏都可以 一定要回去老公家裡 吃完那頓飯 就是年初二吃完開年飯 你去哪裏都可以 年初二年三十萬 哪裏都不去 因為這些是家裡的日子 那個婆婆生日 不管任何藉口都要在這裏 好可能很有家教 對 去到哪裏 一定是個老人家先行去 行行的 很懂得教小孩子 而個男人呢 就有個幸福家庭 因為她最 事業打拼的的時候 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但是她沒有行動力 不代表會做事 但是她太太 是可以幫她家 幫她事業 其實我們做朋友的也都看得到 她老婆是可以全部包上她 她不用做的 她是說名老闆 我想問 你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她太太就不止可以掌陀 不單止只是掌陀 給她一個方向去做那個生意 而且還可以自己落手落腳做完 但是又可以持家理務 做得很出色 嘩 很厲害 很勤奮 可以 男人就捧到她上去做個天 實際所有的主意就是她出的 問題出於哪裏呢 問題出於了就是 因為幾十歲人未見過美女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還記得十先 四兜幾個過外 非常危險 男人四十愚愚愚愚愚 通常都是這一歲數 我曾經做一個沉船的環節 在大飛安天下呢 我簡直有一個網友跟我講 她說她老爸是一個退休公務員 然後就跟人回大陸玩 現在就要跟她媽媽離婚 就要分層樓 你不要說這個類似個案 我真的認識一個這樣 不過誰不要說 然後她真的問我 有沒有辦法可以搞得定 她老爸 我說算吧 她老爸搞不定的 最緊要保得住層樓 越快脫越好 因為你脫了 就可以令到你媽媽脫了個包袱 你的子女對她好得了 你不用問你老爸 她說電話都不聽我們 我說WhatsApp微信 告訴她 離婚 那一層樓 必要事 按回大她 給你幾兄弟姊妹 吃了她 給她錢 分手得乾乾淨淨 有空無事回來看你 這件事也都等於現在 我剛才所說的故事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不用很曲折離奇 因為做事辛苦 將整當事 說的是90年頭 就一炮過 買了兩百多萬套 深紅以為自己是生意天才 那麼搞笑 那麼就回大陸學人做買賣 又說秦皇島 盤谷銀行開張幾多錢的LC 要去秦皇島買幾多公噸煤 一隻船幾多幾多 那麼就被大陸上當老千 就滾了 都我想都真的拿不回幾皮回來 那兩年 即是九成幾了 即是花光了 那個老婆沒有怨 那麼好啊 接著就 學人駕大陸車 大陸車見錢開眼 學人走私 當時背了鑊 今天是我 即是 不小心又撿了它回來 撿了它回來 打算解決 但是心不死 因為那時候不是24小時通關 那麼我都說了 男人呢 是一個很怕寂寞的動物來的 比女人更加怕 它沒有家裡回來 這樣呢 很自然 每晚都在大陸過夜 因為它廣州下來 不是現在 又懸崗高速 又廣深高速 過關不是24小時 你很自然 你就 那時候 晚晚睡車不行 那你排去突骨 去去突骨 有個女人 每晚 因為你給錢 她每晚都聽你 說的 即是不要說髒話了 有女士在那裡 她說每晚都聽你 她說的 你說什麼她都說好的 哎呀 我今天那客人多壞 下課的時候 是呀 那些人真是仆街來的 哎呀 我同情你 因為你給小費 不給小費 你都是她的客人 是 很自然就覺得 嗯 她不知道是不是對我有意思 所有男人 三歲至八十都覺得自己是情星來的 即是她想多了 沒有想多了 那我都說 還有 當你天天都睡車 睡街 睡這地方的時候 你很自然 不如租一間屋 有間屋 很自然 就有個女人 幫你撿頭撿尾 因為你真是不會回香港 你廣州下來 十點鐘封關 山門 那你遞租過 那你很自然的 那我都說了 我認識這個哥哥仔 那她呢 這樣的情形底下 就在二三線城市 就認識一個女朋友 那時候回到深圳 她是要拿這個叫做禁區子的 即是要入關 入關她要禁區子 你要申請 通常來說 一張禁區子 進來不是暫住證 即是叫做邊防證 即是邊防證要進來 她就要三百元 實際兩元而已 實際兩元而已 但是公安不會跟你辦 那就有蛇仔跟你搞了 那就收三百元 那有時候 程度龍時 我帶去深圳玩 因為那時候大陸人覺得 去到深圳等於美國的了 駕駛車就用好 那就把那個美女就放了在 就是車後面 即是那個乘客位後面有張床 蓋著一張被子 你過了去 那下來玩 接著招呼了她 租屋各樣東西 但是人生肯有起跌的 那她自己賣車自己做 生意不好的時候 或自己親眼看 天天回來 那些三褲呢 因為不能夠在大學洗 那就拿回來給老婆洗 幾天 接著換了幾套 喝喝水水然後回上去 但是那個女人 你四十幾五十歲 我前老闆一同說得對 貪你什麼 又肥 即是五呎六吋 大約一百八十磅 那真是算肥的 那四額又老又肥 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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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還有頭髮 所以不就追求女兒 不是 頭髮追不到女兒 不是 是因為有死人頭 因為那時候的人民幣 就四個死人頭 現在的人民幣 就一個死人頭 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就有美女後 後來 99年的金融風暴 大陸的廠死了一半 二拉穿遍地 因為始終香港有頭家 有三個小孩要顧 給不到這麼多錢 而那個 我們香港人有個最混蛋 最混蛋最混蛋